我是一个不爱旅行的人,最真实的我其实就是个书呆子,我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因为阅读,很多经验,很多想法都是阅读交给我的,所以旅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休息,一种调整,没什么多大意义。 我不太相信游山玩水有什么多大的意义,很多事情读书是可以代替的,真是可以代替的,我就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,喜欢阅读的人,旅行是我非常不典型的一种生活,叶兆岩,那些无用的美好,与你一起负重前行,演讲叶兆岩,于世上没有必读之书,我们通常会说中国人不读书,就会举一些例子, 你看法国人多好,法国人都在读普鲁斯特,俄罗斯人躺在草地上读诗歌,反正就是给我们一个信息,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人不阅读了,有一个说法,说日本人越爱阅读,在地铁上都在看书,我女儿在日本交流进修的时候,我也去过,在那边过一段时间,经常坐地铁,我确实发现日本人都在阅读, 但是我是感到很吃惊,因为很多日本人都是成年人,主要是男人,他们都在读漫画,我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,其实我们没有必要为我们中国人不再阅读感到自卑,这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,因为全世界都不在读书,并不是说只有咱们中国人不读书, 所以我今天想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,阅读其实是特别自由的,我们首先要允许别人不读书,为什么要这么说呢,因为美好的世界是自由的,既然是个自由的世界,你的选择也是自由的,你完全可以选择不去阅读,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事情, 笔读书更美好的事情它确实是存在的,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,完全是存在的,我们没有必要用你不读书,就可能亡国亡岛,这种事来吓唬别人, 有些大学里的教师特别喜欢开一些必读书单,说这个书你不读,你就没有文化,我想告诉大家,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必读书,一本很好的书,一个坏人也可能从这本书中没读到好,反而读到坏,陆逊也曾经说过,同样是一本红楼梦,不同的人就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来,所以特别要强调的,是阅读的自由, 大家想读什么就读什么,心里不要有压力,觉得没读过那本书就自卑,中国的大历史上,说读书把这个国家读得怎么好,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例子,那个朝代哪个皇帝,因为他喜欢读书这个国家变得欣欣向荣了,人民就都有文化了,好像没有这样的,以后主在王国前夕就说把藏书都给烧掉, 如果真让你去管一个国家的话,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读书,我们家苏南通有一个叫张姐的,他是中国近代史上,非常重要的人物,他是清朝倒数第二个状,他说我们应该怎么读书呢,应该是年轻的时候读书, 我看到在座的很多很多都是年轻人,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当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,我们上大学的时候,这个时候就应该读书对吧? 为什么呢?因为这个时候你不读书,你也干不了什么大事,所以张姐说的话,就是说三十岁以前,在你年轻的时候,这个国家的很多大事轮不到你去做的时候,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读书。 当你走上工作岗位了,当你已经有了一定的事业以后,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忙你的事业,用一句大白话说,就是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,这个时候你整天读书是不现实的,甚至可以说是不对的。 为什么?因为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,你如果是一个政治家,那么你就应该很好地做一个政治家,你如果是个法律工作者,你就应该去想如何维持法律的尊严。 如果我是个新闻记者,我应该怎么做一个最优秀的新闻记者? 所以张姐说了一句话,她说那什么时候在读书呢?可能要等我们老了以后,我们已经不能做很多具体的事,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好好去读书了。 为什么呢?因为你可能很多事都干不了了,而喜欢,才会不辞辛苦。 读书确实是非常美好的,什么时候会变得最美好呢? 当我们坐上一辆火车,可能有八个小时特别寂寞,这个时候有一本书,甚至有一张报纸,我们很可能会把它看完,我们甚至会把上面的广告都认真读完。 为什么呢?因为我们的人生很无聊,这段时间我们需要把它消磨掉,这是同样的道理。 我一直觉得阅读和写作是没有用的事情,但又是我们人心中特别美好的事情。 其实我们想一想,我们人心中间有一种本能,这种本能就是阅读,阅读会变成我们无聊生活,中,非常美好的一个伴侣。 大家一定知道,陶游明的五六先生传,五六先生传中的读书,就是读书最好的一种解释。 五六先生好读书,不求圣姐这个境界特别好,打个比方,其实阅读有时候是吃米饭。 你说米饭吃下去,有什么用呢? 它就是要吃,它是人的一种本能,就是我们想要阅读,五六先生读书的时候也不去追求什么。 它没读到有趣的地方,便鲜然忘食,我想在座的人,其实每一个人一定有这样的体会。 你不阅读根本没有关系,人有很多种活法,人是可以不阅读的,这很正常的事情。 但对于热爱阅读的人来说,阅读就是米饭,吃了就吃了。 你说有什么用?我们现在经常会把阅读解释成为一种药,你没病是什么药呢? 就是说大家读书的时候,如果读到一本不喜欢的书,无论是多么了不起的世界名著,无论它在历史上有多高的地位。 我认为完全可以不读,有的女生读到言情小说被爱情打动,她可能饭也不想吃,觉也睡不着。 有的男生被武侠的英雄气概征服,读到断然倒气,一晚上不想睡觉。 你说那个境界有多大的用处,美丽的爱情小说并不能教会我们谈恋爱,同样你对武侠小说的欣赏,也不一定让你自己变成一个英雄。 但是确实我们在阅读的时候,我们会找到非常好的供应和感觉。 三内容比再提更重要,在阿根廷的一个教堂。 别人都在祈祷,我发现一个神父在看手机,他很认真的在那看手机,我感觉特别有意思。 我就想说一下手机阅读和电脑屏幕上的阅读。 中国真是挺全球化的,这个场景在中国也特别熟悉。 全世界都这样,到欧洲去也是这样,街上一个鞋匠,他也在那看手机。 如果没人找他休闲,全世界人民都在看手机,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 为什么?因为这也是一种阅读,有人说真正的阅读一定是一本书才有感觉。 我不是很赞成,因为当我们谈阅读的时候,关键是你是不是在阅读? 看手机屏幕,那总得看着墙吧,毕竟是在看一个东西,阅读就是在看一个东西。 所以,我个人认为,只要在看就很有意思。 另外关键是你在看什么? 如果你看一本很烂的书,我并不觉得你比看手机消息高扬。 手机阅读没有出现以前,其实我们很多人的目光没在阅读,很多人最多就是看个报纸。 那时候的报纸信息量其实很小,大家都知道报纸上东西根本就没有多少。 喜欢文学的人会读一些文学杂志,但是自从有了电脑这个东西,有了手机,这个世界上可以读的东西太多了。 另外,手机使得很多人都变成了作者。 在手机上写,和我作为一个作家在电脑上写,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。 为什么? 因为写作是面对读者写作。 大家在手机上胡乱写的时候,其实也是面对你心目中的那个读者在写作。 我们读报纸的时候更多只是一种简单的接收,硬要接受什么东西,而手机让我们每一个人不由自主阅读。 那它就是你想读什么就读什么,你跟亲人聊天也行,跟家人聊天也行。 那样的写作和一个作家,原生态的写作是一样的。 严峰老师说别人问他,你这么多年可能就上百万字的微博,你不觉得很没意思吗? 他觉得有意思,为什么有意思? 我们确实没有必要,一定把那些世界文学名著,当作不得了的东西。 思美什么东西能替代读十年书? 我想说的是一个学霸怎么变成少林寺和尚的故事。 有一个学霸,学习成绩特别好,后来他就去了美国。 拿到了博士学位,他可能已经拿几百万人民币的年薪了。 有一天他突然回国了,上少林寺做了和尚,有人会想了,你既然去少林寺做和尚的话,有什么必要让那么大圈子读那么多书? 最后成为一个和尚,中国有句古话,叫,平均一席化生读十年书。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读十年书,千万不要去寻找那种,听了一番话等于读了十年书,听了两番话就等于读了二十年书的事。 但是,这个世界上没有那样便宜的事情,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十年,你就能够读懂一些话,能够听明白一些话。 所以说阅读重要的是过程,就像我们吃饭一样,大家吃四个馒头就饱了。 但我们人生必须都有前面那三个馒头垫底,我们不要去假想走劲路,吃一个第四个馒头,相当于吃四个馒头了。 不可能,我们想读书就读书,我们不想读书就不读书,读得尽量愉快一些,快乐一些。 作家叶赵妍的祖父是叶胜涛先生,赵妍这个名字,是个曲父母名字中的姚河城的半边组合成的。 他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,著有中篇小说集燕哥,燕博心怀,早述的故事。 长篇小说《1937年的爱情》,欢迎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